中原普渡民众门口摆一桌贡品 想说要来拜拜 这时屋主中途尿急进屋内上厕所 却突然出现一名男子骑车经过 他先是把脚踏车停在一旁四处观望 确定没有人之后就大啦啦走进前院 拿起桌上一瓶酒还有一只鸡后 就慢慢的骑脚踏车离开现场 我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他拿走还真的 我一看桌上的鸡跟酒没有了 就这样 等到屋主回来发现桌上的鸡怎么不见了 一开始还吓了一跳 想说难不成是好兄弟真的现身 来把供品吃掉 事后调阅监视器看才发现 原来在他上厕所短短一两分钟 竟然出现了小偷上门光顾 夸张行情就发生在花莲吉安乡 最出名宅门口 事后无主气的报警 切贼也在短短两小时内马上被逮 在案发两小时后 查获该免年约40岁的涉案男子 前案依法侦办一众 中原普渡拜拜 没有想到遇上小偷早上门 还让屋主吓坏 以为遇上什么无法解释的现象 最后监视器看真相大白 让屋主看得是又气又无奈 记者刘起家 廖一世 欢联报道